随着天气变化,有越来越多人感染到流感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国内流感疫情是持续上升的 市府在市政会议后,由副市长叶匡时带领市府团队首长 率先接种流感疫苗 叶副市长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市民朋友要及早接种 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,平安健康迎接农历新年 市政会议结束 副市长叶匡时立马走出会议室 赶紧搭上这波接种流感疫苗的列车 按照步骤先要测量血压体温 紧接着医师问诊,身体状况一切没问题 这时叶匡时长将衣袖卷起,露出宝贝 医护人员熟练地完成疫苗注射,前后只要几分钟 叶匡时表示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注射疫苗就是要提高保护力 呼吁我们市民能够尽快地去接种疫苗 像去年我们在高雄有发生200多例流感 然后有40多例的死亡发生 其中43例死亡主要的都是 51%都是65岁以上的这些人 这是第一个高,而且是没有接种的 有80%是没有接种的疫苗的 所以如果打疫苗确实可以降低大家得流感的几率 同时也可以预防可能的其他的并发症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的呼吁市民能够赶快来接种 叶匡时率领市府团队接种流感疫苗 李四川副市长、秘书长陈宏毅、财政局长李良坚等局处首长也先后完成接种 毕竟流感疫情来势汹汹 赶紧让身体产生保护力相当重要 尽早来打疫防的这个流行感冒的这个疫苗 那这一次看起来好像流行的感冒的那种状况还蛮严重的 如果能够一先不管这个小孩子或是我们比较这个连长的长辈 如果能够先来做这个疫苗的注射 那大概可以防止一年来的这个感冒的这个危机 市政会议之后来首长这边来做一个一个施打 那就是呼吁市民赶快来做一个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 我们预估在就历年前这个疫苗就会使用完毕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65岁上长辈还有大概有7万多人还没有施打 高雄市这次采购近73万剂疫苗 全市含概率达到26.3% 目前已经接种45万多剂 卫生局表示按照现阶段接种的进度 公费疫苗将在农历年前使用完毕 呼吁符合疫苗注射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 就能防范流感病毒侵袭降低感染流感的机会 记者王思吴炳元高雄报道 安心下转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